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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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出名台語 今天出名台語 在哪裡沒有你滾滾 說到沒有你滾滾 台語最重要 要到北的風俗 韓國舞的一定有名 要到北的民眾 單單都一是港中的六十 不過在暗多年來 台語在台灣的農村 面對的影響落發 韓國休想人 進出那種的關係 古早在暗多年來 其實有近來近到的休想人 正都沒有你壓扁的大邊 不過在北的附近 出席港中以外 在北的附近 從北的附近 故事由近來近到的休想人 在苗裡壓扁 竟然沒有七個的選項 不過竟然沒有暗過的 大家有看到嗎 在外國的後 有一個苗裡強創任何幾天 壓扁在苗裡驗政府 必須要到的休想人 大致的幾天 我本來的休想人 在壓扁有一個空間 做的戰術韓國舞七個的產品 不過在北的附近 在六個空間聽聽 六個空間 做的提供六個團水落下 以後的壓扁 基於有些團水落下壓扁 開始賣七個的產品 不過苗裡由暗多的休想人 上去休想人 還要休想人 而四個空間也會流下 連政府 那幾百個近來近 都會強創幾天 要提供的休想人 做很多苗裡的休想人 因為在收拆 和發展七個上去做的事情 不過休想人 要創人 韓國恩馬七個同時 感到暗過下 嚇到我恆盛同路 韓國能應用的 帶來的農村 省白客戶 聽說會讀到一道問題 今天的出面台詞 有請的 苗里在市的 韓國韓國農民 韓國相關的共同文台詞 鄉下來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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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下來針對鄉下 鄉下來針對鄉下 鄉下來討論 應該喜歡 鄉下來針對鄉下來針對鄉 東信帶來針對鄉下靈 鄉下我們 故事說 今天參加鄉親 年齡層都非常的低 可以說是在我們節目當中 憲得昏倒的 故事說 我們今天不僅要給他們好好的來詢問一下 也要了解說他們創業的過程 沒要在家裡一路走路去辛苦 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們今天願意站出來 不僅是代表他們過去的努力 可能已經小有成就 我們要給他好好的掌聲跟鼓勵 因為他們願意出來 其實就是同家庭 提供的經驗愛老同太家分用 不過由安心庫的工廠 當然還是要有一些工部門 甚至是我們學系單位給他們協助 所以馬上來為大家介紹今天的內容 台語內容是白區分數的分數眾 蘇中正 蘇芬組長 現場的青龍朋友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分數長請坐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副主長請坐 台語內容是苗栗青創基地的這個輔導顧問喔 藥片其實由一度的好商議 天天的鑽的藥片 不過今天鑽的國藥 恩養的發展企鑽的事項 韓國藥 上恩養的祖 嚴正附有提供的目的天使呢 先看一看樣片 再過來討論 現在那一百五年三年月內開始去用的苗栗青創一號幾天 福祉的政策 國際的職業 內祖苗栗 上恩求明事苗的表彰 交流的幾天 其夢想 和葛珠貝表彰 全都加雄內 兩位移動的空洞部一百七年三月內 苗栗青創一號幾天 未正式運作 昨天六度 特技地成立專門附近 強言事務彈畢的苗栗燕政府 就要幸福同校長年 天求明事苗 只要不要獨得 安獨的困難 藉由這次青創基地的成立之後 我們吸引到的是20歲到4歲以下 他有心想要創業的年輕人 他就回來 回遊 紮根 對 那甚至是小資成立的一個店鋪 甚至是很簡單的一個創業 那很明顯的 這幾年都有看到 逐漸的成長 從前一 主要同 美麗強言 創業工作坊 合作在其中一的非商業 不及黑組目標不及 各邊傳統 做出的木工業 各邊的目標 莫槍牽天體 輕鬆輕輕 會做的行駕使用 行駕這群民眾的食物 其實木雕它算是比較大型的貨品 而筆的部分是我們方便書寫 而我們等於把木頭的筆帶身上 等於就是把木頭帶著走 同志恩基的作品 全業同流創業 不過我所說 什麼案外 古早期見過苗里長的創業 創業工房的天室 這樣 行駕駛的貨品就很感動 我們比較有一個諮詢的點 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該往後面的路要怎麼走 如果是說像我自己本身來說 我的創業來講 目前的平台只是 藉由這個平台來幫我曝光 像大家最喜歡講的 互聯網的一些科技資訊的進步 把這些觀念都帶回來到苗里這邊 透過我們大家的一些努力 就是說年輕人有更多的資源吸收 更多的選擇 六年來 同苗里長年創業工房 合作的非常年 超過43年 其實基金 各國的救命生的這條路口 三萬個大廳 會同七個月的夢想 一步一步的這條路口 不是說 苗里長年創業工房 要希望做的創業工房 做的創業工房 優心的救命生的表產品 全家的天室 獲得成功的救命生的 警告政府提供到的天室 我們三三種創業工房 很投擲的 每個人有了一些幫助跟協助 我就可以當老闆嗎 但是其實創業工房 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已經 小有成績 小有成就那些人 在發光發熱 但是這條路上 我們有曾經去關心過他們 或者是說 他在創業工房 總統不上去創業工房 想要發展起給他創業工房 不過是 現在看苗里長的政府 苗里長的營業工房 苗里長差不多有 5.5萬3年 差不多是54萬7千多人 不過我們就看是這個營業結局 那些營業工房 我們說如果是中壯年人口 但幾乎是占了苗里的一半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三十 可以說佔多數 不過他們的老人家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 其實有百分之十六萬多 已經高過我們台灣的 老年人口的平均值了 台灣大概是百分之十四點多 但是苗里就佔了十六點多 苗里縣政府其實 那些六都營業的 為了由省力的勞工強年發展出 勞工青年發展出 這是一個專責服務 苗里縣政府 好三年的他的政府營業 那些其他六都 但但都會拿六都 像那個特別師 投研師 嚇到對於正對好三年 來省力的專門副寄的營業 其實看起來拿苗里縣 我們過去常常聽到 苗里採證一千五年以後 但是成立這樣子的部門 這樣的局處來服務青年 也是個不錯 而且我們是六都之外唯一一個 我請教一下處長 因為我們那些想法 要做這些事情 主要我們是看到青年願意回來 我們必須要提供幫助嗎 國家的發展未來 其實青年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棟梁 所以也就只是我們業務單位 要成立青年的一個專責單位 所以我們在105年 也成立了一個專責的一個青年單位 那就是希望說我們透過這個專責單位 能夠來服務我們廣大的一個青年朋友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在苗里縣政府除了有這樣子的單位 我們的青創基地也開始在拓展 剛剛我們影片也有看到 這個青創基地它主要在縣府 或者說在苗里它存在的意義 或是它成立主要的目的 我們是要服務創業的農民跟青年嗎 很多人從外縣市回鄉好了 他可能回來 不管是說想要就業或創業好了 那我們這個基地基本上就是扮演了一個 輔導他們的角色 幫助他們盤點他們的一個自身的一個 不管是能力也好 或是周邊的一個資源也好 然後再從旁邊來給他們一些協助 所以我們現在青創基地 就我們所知已經有兩個成立了 其中一個就是在公館 那第三個它是在我們的竹南這邊 它已經有成立一個籌備處了 然後接下來是南莊跟三藝都正在規劃當中 總是真的是有這樣子的規劃對不對 這部分基本上 青龍部分算是比較大眾 那另外還有包含服務業的 還有文創業者也有 現在主要是以青龍為主 好 謝謝處長 不過那就是那三年 今天就現場的體驗條路方 今天就發展 七家事業比如獨多萬的問題 還有什麼意見要提出的 如果同事件告訴我們 請問朋友們有沒有意見 想要提出的請記書好嗎 來 我就想要提問一下 那因為我們進駐到青創基地之後 那之後那個縣府這邊在做行銷的部分 青創基地的行銷的部分 是否還有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行銷 可以吸引更多人可以到那個基地 然後看我們的商品 這是我想要提問的 對 就是你們已經進駐了 但是進去之後 要怎麼去讓大家知道 對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 我們有進駐到那邊那個場域 然後也可以讓更多其他縣市的人 也可以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東西 也可以去購買我們在地最具有特色的東西 所以你們自己有在做嗎 對 我們自己也有在做 那就是希望是說 政府單位也可以推 用更多的力量 可以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對 那我們自己在做 我們自己做的力量可能不夠 可是有公單位幫忙推的話 可能力道會更大 好 對 對 所以我想請問看看 有沒有更大的力量可以推 推我們一把這樣子 好 謝謝您請坐 還有朋友 農民朋友提出意見了嗎 請 嘿 鴨皮 青春二號對我們來說 以前當中有的一種聚落 聚落平台 就是說 鴨河的青春二號 獨特的問題 就是說 鴨河需要比較多的曝光 還有 鴨河叫聚落來 整個比較多的好三年 他鴨河獨特的問題 如果說 鴨河就比較亮點的青龍朋友 就帶通其他所有的青龍朋友 譬如說 泰國的聚落 要照顧 廟宇的青龍聯盟會 某些人照顧 大清黃巢 某些人照顧 反清負民 要到各個的聚落 不過大家聚落主座 可能不強行 不過 泰國的聚落 會做多一條產業 發生出現 他會目前獨特親胎困難 還有 其門說 由政府單位說 台北的協助我們說 然後 往更大的目標去發展 例如說 聯合聯署的加工廠 要到的概念來發展 你這樣說 跟有農民朋友提出意見嗎 應該說硬體設備都已經用好了 但是我們比較希望的是 是不是政府能舉辦一些活動 幫我把人帶進來 因為只有把人帶進來 我們準備好的東西才能 就是人進了來 我們東西出流區 我們錢才會進來 因為我們目前我們對苗栗來講 我們這些青龍的東西 除了自己之外 我們都有做整合 所以現在比較的希望是說 透由公家單位 然後因為他們面對的資源相對多 那如果把這個東西 比如說像現在高雄市長 韓國瑜在做 他把東西帶出去 帶出去之後呢 冷進來之後 他整個經濟起來 讓我們整個苗栗的環境 就會活絡 那一旦活絡之後 基本上就有更多的創業人員 所以青年就會再回來這樣子 是 好 謝謝您請坐 今天就是錢欠高出眾 剛才走得好幾年 走得剛才進駐我們基地的夥伴之一 不過今天就說 其實這個基地平壯時 比較沒問題 走得禮拜兩年才沒去 因為有記事 他要說 最早就說的 空胎圖越新人樂人 那一陣子對這些檢討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一些計畫 可以給他們先有一點了解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子把人帶進來 那當然 新庄基地也不單單只是提供一個 進駐的一個場域 那另外 我們也另外也肩負了 包含了一個輔導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回到 剛剛我們青年朋友們所談到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除了說 當然活動部分 其實我們也都一直有在辦 那另外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的 市集活動 例如說 我們其實年度 我們大概都會有規劃了 很多場的一個市集活動 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讓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青年朋友們 也能夠出去 讓他多給他們機會 展露他們的一個機會 這個市集要挑選嗎 通常我們都會希望 年輕人能踴躍來參加 他們來參加 我們通常都願意的 我們只要說 能夠讓他們有曝光的機會 我們都願意的 當然其實參加只是說 不見得說一定要賣得很好 但是只是說 能夠讓他們的知名度 一直持續的曝光的話 對他們的 這個品牌的知名度 就會有提升的一個作用 另外我們也在思考 就要幫他們規劃一個 統一的一個品牌 因為其實現在是一個打群架的時代 那其實自己單打獨奏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建立一個共同的品牌 那讓這個品牌 用這個品牌來幫他們做一個 統一的一個行銷 對他們來說 會是一個更好的一個宣傳管道 好 謝謝處長 我們縣府有提供這樣子的幫助 那我想問一下中央我們的副組長 其實剛剛我們現場很多農友 他們都有進駐縣府自己成立的清創基地 那其實我們知道 從中央到地方都一直有在推這個清創基地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農友有提到 我進駐清創基地 可是實際上我平日是比較少人 那我假日才會比較多的 會有遊客來 我才能夠賣自己的產品 我才願意去進駐 那我們在成立這個清創基地 它主要的用意是什麼 其實從中央到地方 有各種多元的一個清創基地 不論是清創基地 我們還有育成中心 還有加速器 各種的計畫 就是讓各位可以有多元的一個選擇 你要從裡面可以去發掘到 適合你自己的環境 適合你自己的一個計畫 適合你自己可以陪伴你成長 一起來成長的一個計畫 就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就是在於你要看這樣的清創基地 第二點你要看它的連結性 連結性是說 我這個基地 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鏈結資源 除了在地的鏈結以外 那是不是能夠跨縣市 跨部會的提供它的所需要的資源 所以我們經濟部 中央企業處在做的話 就是把資訊透明化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有新創圓夢網 新創圓夢網就是整合了 我們中央政府有十三個部會 都有在做創業的協助 那太多的資源 那怎麼去把它整合成 all-in-one的service 我們就透過新創圓夢網 大家Google一下都可以找到 裡面有相關 你要找基地 它有一個map 你進去哪一個地方 縣市有什麼樣的基地 我們都盤點好了 哪一個地方有育成中心 都盤點好了 那裡面是做什麼的 如果你要做資金的協助 有什麼樣的貸款 從中央的地方的縣市的 它都可以找到你所要的資源 就是說怎麼樣資訊透明化 我們在做這個基礎的一個建設 歡迎給大家來多多的一個運用 似乎苗栗的創業環境 好像對於青年或是青農來說 好像滿友善的 宜運長是這樣嗎 就是說我們每個青創基地 它都有不同的規劃跟定位 那你如果還沒有準備好的一個青農 那你可以在我們的一號青創基地裡面 得到一些媒合 輔導 創業的工作坊 這個部分可以去協助你 把你的一個夢想訴諸於實際 那當你準備好了 那也許可以開始築夢的時候 我們就有二號基地 可以讓你去做進駐 然後嘗試看看自己的產品 是不是有行銷市場 怎麼樣子把自己的產品行銷出去 那我們的環境真的是很不錯 相較於其他台灣各個縣市 我認為苗栗真的做得滿好的 然後苗栗也準備好了 那其實如果大家需要這方面的協助 其實真的可以來一號基地這一邊 就是說我們其實會辦了很多的 一些顧問媒合 青創工作坊這個部分 某天從來就做得滿好的基地 來開啟自己的點 不過設計方 苗栗也有按照 好三年我們正來 那麼太加獨做的路去 強重基地 太加獨上的路去下 讓你們不要再聰明的故事 我們繼續看影片 當日當中高校就要有留威信工廠 無限的時間 期間以匡學合作進行放保守保障 40世界的留威信和苗栗 賣放保守已經3年 本來託泰度上班 因為本來沒有將匡學去總管 所以先生都將來妙力創業 我會派台的動號設保密化 因為我本來做餐飲管理相關的 在台瀏辣 所以我會先做一些可能計劃 將來看我的包裝 我的食材 運用去改變 而做出法部市場CQ 同時又有創新元素 當初入威信所在大變 將設計從放保守的鐵盤 就有幾次靠石頭地板 我們要用一般的檢罐 還用四方罐 同時每一面的土都不一樣 我希望小朋友在生日 在讀書的時候 有娛樂的問題 跟教育的在裡面 可能媽媽都會說 我看台北有101有九份 我男僕有到 譬如說賣麵的墾丁沙灘 南宗Q結入紅 已經做好 同時做老將 你還以後 故作夢 你還以後 傳新我們好生意的故事 三星一世界Q好節 因應外情 決定對新竹多餐故鄉創業 不過要做什麼呢 我們未知 打開這條路 以前阿婆啊 她在南宗是開麵店的 那我們就是因為紅蔥 在麵食界裡面是一個靈魂 那竟然她有四十幾年的好手藝 我們在一次在回醫院的路途上 阿婆就問我說 那你想不想學習說 我之前做的那個紅蔥的這個手法 那時候在泰南人做的做電做電 就做出陰性 就這樣到生意的技術方 還能發出驚訝蜜 特地四個小費錢 當初在問阿婆的那個比例的時候 她是說 用目測的就好了 用感覺的就好了 可是因為我是獨理工的 我都拿量杯跟磅秤 然後阿婆就想說 幹嘛拿這些東西 你用感覺的就好了 我說可是那是你做四十幾年的經驗 那我是從零開始做 苗栗牆眼藏藥 又傳承我們的紅蔥水的路上 也有高雄晴藝的幫寶修文創包裝 這裡的好賞人要用靠石頭大餅 跟苗栗牆眼藏藥 不但這樣充滿蔡替故事 也更加 豐富動演 我相信大家傳到家鄉的好賞人 走到家鄉的故事 不論在傳到像鄉中 那些祖母在跳路 聽說我本來特別認識 那些親戚朋友 聽說我先問到 你傳到哪裡了 你拿的娜杯 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嗎 傳到又提出的說 我想要自己創業 你要做什麼 你要去創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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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能力去創業嗎 鄉中人 鄉中人要創造嗎 你去鄉中很好的 沒有你種族的東西 賣不去很好的 我們的農業社會 或是我們的農村鄉下的長輩們 可能很常都會提到這樣子的狀況 這都不肯定 現実像接種很好的 又是那些狀況 問題就是說 我會有錢 做一些事情 我有資金嗎 我的資金從哪裡來 我一個年輕人 我如果在外面都是022K 都是這樣子的話 我回鄉 我有這樣子的背景 我過去有存到錢 可以創業嗎 最後 好不容易 我的夢想快完成了 如果你被潑了冷水收 你賺得到錢嗎 我想這對每一個年輕人 賺的呀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我想要問的是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的 也許是比較成功的例子 那就我們在青創基地 在福島這些農友的 或是說青年這些案子當中 研發長我們有遇過 做不下去的嗎 或者是說其實他來 讓你們很頭痛 不知道該從哪裡幫起的嗎 坦白說 在苗栗青農 他們的產品真的好 然後呢 品質也沒有 就是真的沒有話說的 那缺在哪裡 怎麼把它行銷出去 怎麼把它包裝 就像我們之前 那個韓市長說的嘛 我貨要出的去 人要進的來 對 但是呢 就變成說通路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阻礙的問題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啊 其實呢 我們也有就是說 辦了一些的活動 也請一些專家學者的部分 有輔導的對象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清創基地 去協助大家做這一塊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部分呢 那現在就是清創貸款裡面還有一個就是他們需要抵押品 那這個部分呢 也就是我們很頭痛的 就是說像現在我們有一個 其實最讓我頭痛的例子是 他是我們學校的畢業生 他真的很想就是創業 但是他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他就說老師 那怎麼辦 我們怎麼貸款 我們也協助了他去做了很多通路 第一個呢 就是他本身條件的問題 可能沒有辦法帶下來 然後第二個呢 尋求別的方式的話 其實他在這個起步的過程裡會變得比較艱辛 那其實這也是這麼多年來 就是行銷通路跟在錢從哪裡來 是我們在這幾年的一個輔導過程裡面 面臨到最大的一個問題 副組長 我們在地方上有這個清創基地 也有這樣的資源 可是實際上就像剛剛我們研發長提到的 很多人還是撐不下來 我們提供這麼多的資源 也甚至希望說我們政府部門也提供很多誘因要讓年輕人回來啊 那這個誘因怎麼樣子能夠更去支持他們 我們這邊能夠提供更多的利多給這些年輕人一些看到未來的一些憧憬 那其實在創業公文之後也必須要抬頭看看整個世界的趨勢跟環境啊 就是說目前世界經濟的發展主要有三個驅動力 第一個就是數位經濟的發展 要怎麼樣利用網路的行銷 利用臉書的直播這些能力 數位經濟的發展 另外就是你的循環經濟的一個發展 就是說有些就是像最近是世界地球日 其實跟我們生活跟在地農業息息相關 怎麼樣去導入循環經濟 從產品的設計的理念開始就要導入 讓它成為一個循環的一個經濟 像很多的一個廚餘嘛 如果你用一些科技 它其實變成一個有機的一個肥料 那有機的肥料的話就可以種出無毒的一個蔬菜 這樣整個的話就是一個有機的一個循環的經濟的一個理念嘛 這是第二個一個經濟 第三個的話就是體驗經濟啦 體驗經濟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強調就是走 大家都重視很多個人的體驗嘛 觀光旅遊 現在我們的觀光單位也是在辦小鎮漫遊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人怎麼走進來 其實你就是要有特色有吸引力嘛 那現在大家的人假日都喜歡爬爬走嘛 都要往外跑 其實我剛剛很早就到了 大概四點多就是在這附近走了一下 這邊的風景真的是非常的優美 是我們每天在台北生活裡面完全想像不到的 重點是你要有創新啦 因為你社會經濟你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新嘛 以網路為平台的應用嘛 以群球為市場的一個競爭嘛 所以說我們大家這麼困難 所以我們有一個政策就是 你應該知道SBIR 就是創新研發補助嘛 那因為大部分的新創事業甚至青年創業 他以我們輔導經驗而言都是五個人以內嘛 都兩三個人 其實他對於面對這樣要申請補助 哇怎麼寫計畫書怎麼申請單據 大家都頭痛了 所以我們大概去年前年就開始做改革啦 我們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創業型的SBIR的海選 創新研發補助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雖然就是我們大概第一階段通過大概60萬的一個 所以就是其實我們從資金的補助上面 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讓大家去 所以你貸款的話它是要還的 你研發補助就是給你的補助啦 喔 這是個很大的利多呢 對對對 透過這個就是青年的一些調查 其實這份資料顯示是 大家最想問的是我的通路在哪裡 我的錢在哪裡 當然通路勝過一切 因為我如果既有的耕種技術有品質有 種族好的動作 不過不要在哪個型上心 才會把聽說親友感到 那現在就先同天聰 告訴我們蔡天農民朋友 我們有辦法想法 針對我們要拿創業票如何 獨特的問題 還有我們意見要提出的壓強騎士 那我們大家所要面臨 就是剛才大家講的通路的問題 那是否可以透過縣府單位可以去連結我們在地的企業 在地的企業去做結合 就是我們優先採購我們在地的農特產品 這也是一個達到很好的一個通路嘛 就不用去說我們在地的企業跟外縣市購買 或是去買進口的等等 對 那就是我覺得可以去做結合的部分 在地企業的結合跟媒合 對 通路的部分 那在於就是還有一個部分就是物流的部分 對 對 物流其實在我們整體上面來說 其實也佔了非常大的一個危險 很多人都用宅配 對 都是宅配嘛 宅配許多 但是現在物流業者的費用越來越高 那甚至可能它的費用已經大於我們所生產的農特產品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算有通路 其實也很難消得出去 那是否請農業署這邊 也有想辦法來整合我們的物流 或是說怎樣的方式 打到我們可以在農特產品的物流上面 可以打到就是比較沒有這麼高的一個物流費用 也不會造成你們那麼大的負擔 對 因為其實物流費用造成我們很大的負擔 也其實也是加在消費者身上 好 謝謝您請坐 還有農友或是今年要表現意見的嗎 好 我們在相反來說 那個圓圓的我們導人的品牌 就是很多人一起的品牌 還會用來做共同的曝光跟整合 整合出一十東西 來分代價 去目標 去販售 還會尤其其他的問題 其實我們相反可能要通路 可能對我們共同加工產品的一種 很有租出一個叫東西 還有數量有沒有夠大 其實通路 因為我一直在跟大陸端那邊 其實也有一點點接觸 其實說我們東西過去 要怎麼樣把它品質 產品固定化 量化 這點對我們清農整合來說 是一個最主要的東西跟關鍵 那整合起來是依據什麼樣的標準 然後有多少人願意配合 那其實才是我們最關鍵自剩的一個因素 因子 那其實對於通路上面來說 很多其實加勒芙他 他其實也喜歡幫青龍朋友做賣一些東西 只是說我們要整合出來的量 品質 水準 到不到位 那也是我們目前在聯益會這邊來 共同來討論的一個議題跟課題 對 那有什麼樣的產品 我們可以往外走 那才是我們最重要的課題 好 謝謝請坐 韓郵 農民朋友 我會表示意見嗎 阿比 前來 務農 其實有一個問題 比較沒辦法去計劃 像一開始 尤其是剛開始前來 當作資訊方面的東西 可能沒辦法即時速度 但是像一開始青春基地 那樣的育成中心 包括農糧署已經開始慢慢的 讓我們資訊上面補齊 但是青春基地說 那樣可以透過資訊的整合 分到達燕斯的 青龍 可以進一步來比較接觸 來獲得資訊 尤其是像有的補助 然後當作比較好的課程 或者是一些可以經緣方面的資訊 可以讓我們能夠更充足 更快速的知道 因為早期我們回來的時候 其實那段資訊空白時代的時候 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等於是現在這個環境其實有好一點 有好一點 但是希望能夠政府單位 能夠更多多幫助我們 其實像我們其實慢慢現在 也在做一個農業的轉型 因為早期我們剛回來 只是一個純粹的生產者 你就是種 然後給盤商去收購 然後其實一些利潤都被剝削掉 其實我們現在也慢慢轉型成 結合休閒農業 所以我們各個店家 包括我們大清皇朝這些 我們大概都會有一個體驗的一些 農作物體驗的一些行程 一些遊程規劃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地性的推廣 還不夠強大 也希望說一些政府單位 那些都在公關那邊 有特色的農產品 封鎖烏業 雞鎖烏業 全部都在台灣來說算當然有體驗 但是提供都會不會 還要加政府的單位 同樣就通知農林下 大陸人的東西 也會出現 好 感謝安智小 農民朋友提到說 M4是有品質的問題 我們青龍會說 會控制通路 還會沖水的鎮 還要拚退 分署長 那我們這邊除了剛剛農友提到 我們可不可以尋求企業端的採購 或者說我們有別的方式 像是學校單位 也可以一起來使用他們的 自己生產在地食材的 這樣的產品嗎 我們有什麼樣子的方案 可以協助農友 先從拓展通路開始 甚至是說提到後來的 我們的物流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解決呢 那我想在這邊還是要重申 我們青龍就跟一般的傳統農民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我再強調就是專業 而且專業是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 新鮮 第二個 安全 那其實通路分兩塊 一塊就是在這個 生鮮農產品的部分 那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一個重點 其實生鮮農產品 除了上我們的拍賣市場 批發市場之外 其實還有兩塊 甚至三塊 另外還沒有開拓的一個市場 其實就是包括校園午餐的部分 學校怎麼樣進去 那但是你要進到學校裡面 你要讓這個小朋友吃得安心 那家長可以讓小朋友 他覺得他吃的東西 他可以放心 那所以我們要推相關的溯源食品 所以我們的生鮮產品 能不能達到我們的所謂的三張EQ 包括我們的有機產銷履歷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CAS QQR Code 至少能夠追溯的部分 如果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溯源的話 我想進入校園午餐 就不會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分組長 這個主要要 因為如果他們都有達到 那也有這樣的標準 那誰要帶領他們 或說哪一個部門 哪個單位要出來協助他們 可以走進這一步呢 是這一部分我們會協助相關縣市政府 它是在農業局的部分 我們會設立相關的這些 三張EQ進入校園午餐溯源食品的一個平台 藉由這個平台 就是等於要把青龍朋友剛剛所提到的 你們所生產出來的這些生鮮產品 比如說蔬果 我們學校小朋友要吃到的 需要多少 你要集貨 集中到我們的這個平台來 藉由這個平台 來進到校園裡面去 所以不用我們青龍朋友 自己去跟每一間學校 去問說你要不要 不用 你只要藉由這個平台 那藉由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可以協助 這個縣府所購置的這個平台裡面 它的相關軟硬體設施 我們會建置在裡面 那我想請教分組長 你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小農如果他們的產品 想要進到我們學校 甚至是說國軍部門 他們這樣子的膳食那一部分 有這樣的時間限制嗎 因為我們剛剛說前置作業還蠻 還需要一點時間準備 那可以有一個時間 大概是多久嗎 因為我知道我們現在正在推廣當中 是 現在我們正在推廣 所以其實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馬上就來做 要種出安心 然後必須有產銷履地這樣的產品 其實很重要的 胡老師我們在地 我們是不是有協助 這些農民朋友在做這個部分 可以提一下我們 可以在地方上提供更多的部門 不一樣的協助嗎 那我們學校這幾年 有跟青農朋友們做合作 那我們有推出來一個 實在安心的這樣一個平台 那我們很希望說 這一個平台上面 可以幫一些朋友 青農的這個朋友 在他如果他原來就有能力 做相關的履歷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沒有能力的你們就可以協助 對 我們可以來做相關的協助 並且幫他們把這個電商的相關的資訊 都能夠很透明的放在這個平台上面 青農朋友也有提到 我們現在希望說 未來能夠爭取一些企業的來協助 來支持青年 青農的朋友們 對 然後他們能夠每年贊助一些經費 然後我們也幫他們做這個企業的這個社會責任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他們出的這個費用也可以來協助青年 青農的這個朋友 來幫他們建制這樣的一些那個平台的能力 好 謝謝老師 您請坐 謝謝 等於是說 由韓卡朗莫強的丹尼提供的好賞的農民朋友 創意要試試 走到他的天使 國皇國的丹尼剛才有天使 不過設計鑽來駕駛 而且我們有聲音 韓陽在那裡有辛苦的時候 我知道太駕駛不對了 我們就看一下樣片 繼續討論 那我們今天是進行隔間牆的階段 還有我看現在好像股價也下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等一下來跟他對一下水電的位置 租行由世界堅安和進行他的國立業 兩年度其中一個公體 巡視施工進途 像這個兩個開口之後 都是進到他的儲藏室的空間 那到時候電梯包覆再注意一下 三四四個的國立業 做建築設計龍眼 去接阿伯的社 推現由他的技術方 國立業和透過妙露行銷的方式 本七家的作品 是在本國家導演看到 廟裡 由於是在設計的沙漠 就比較少人做遙控 但是比較傳統的模型 模型裝潢 但是我希望其實廟裡和那個油 有很多年 希望有三個時侯是三個沒的 國立業來經驗的大廟 除了帶到消費者的繁養 也收到一條自然的餐廳 這非常當初做的方式 是可以時侯傳統的矛盾 這幾個三萬幸福街 我們就算平坦的 一坦也算一千年 就有年遲到我做麻煩 我會把人家在錢 二十幾 就我們就慢慢教託 蒼蕭來到替蕭苑 剛才去看的狀況 當他下酒到店航準備材料 為天衣駕生日做準備 當初同幾個朋友 毋度演蒼蕭苑 就調校快樂見做午餐店 一開始的時候 國民就不在家裡的母子 因為做按照母媽好過 沒有母媽看到你他轉來 創業困難當初不會改變的罰則 剛才去的店航也會經過的通過場 剛才幾次丟股的人太多沒放棄 接下來的生意算是當本天 其實我覺得開店最重要是技術 再來就是人 技術的話 現在大其實大家都很厲害 但是怎麼樣把這個技術 弄到自己的東西 再來就是人 因為開店需要人力 雖然萬事起到難 不過廣泉去用電不僅苦不僅難的精神 和親家的兩位打扮 編輯的夢想當初四現當中 讓我參考的夢想的國立人 也會技術和打扮 希望親家的靈驗和想法 實在本民眾和消費者看到 我們今天有帶了一個在地青龍 拆踢好商品 擔心要在品牌 擔心要在品牌 擔心要在品牌上 擔心要在品牌上 不過很重要 有這樣的保重 這樣的產品 然後有多少辛苦跟辛酸的過程 他們才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成績 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達到這樣子 可能要有一定的整合規模 然後還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要把他抖去 他要把他抖去合作 才有辦法做出這樣 但是我們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還有剛剛提到的 我做出這樣的產品 不要不賣人 我會提供你的案子在自行 要早餐欠私情的時間 我會有先最好目 那個說不要不吹 要早餐 要早餐 不要不賣人 不要不賣人 怎麼賣人 所以說大家可以提到說 也許整合啊 通路啊 安心的食材 要就剛才那樣 就創養了一條路 好 聽說要想賣人 好少農民真多教訓 我們有很多的機會 就像剛剛分署長提到 我們可能有育成中心 我們有農民學院 可以提供一些種的技術 種的一些想法 你要怎麼去栽種 但是資金我們也可以提供 還有呢 我們有一些貸款啊 設施設備的補助 不過回過頭來 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啊 你有沒有辦法留下來 還有你這條創業的路上 獨多按斷的問題 我相信是 不是你成功之後 你就沒有問題 但因為你一直在創業嘛 你在創業這條路上 你每天每天都會遇到 不同的課題 不同的問題必須要解決 所以我現在要做事件 跟平衡的鄉親朋友 還有什麼意見 想提出來 那在我這部分呢 我是遇到說 像我們青龍啊 我們創業嘛 那我們都是 本身都是龍出生嘛 那假設說我們從一級產業如何 就是升等到三級 我希望就是 我們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希望政府單位或是一些農料署 希望幫助我們可以升等我們的產業這樣子 讓我們的成品 我們的產品 在各地發光這樣子 好 謝謝 你請坐 寒油 農民朋友 我要提供一個嗎 要不要 剛剛主持人有介紹到說 苗栗的人口大概是五十四萬七千嘛 五十五萬左右 那彰化以北來講 就只有苗栗縣的人口是沒有超過一百萬 對 像台中兩百多萬 然後新竹是新竹縣加起來一百多萬 接下來就是桃園 新北 台北 對 所以我們主要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人帶進來 那怎麼把人帶進來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們舉台東為例好了 台東是個很偏僻的地方 可是台東像每年熱氣球 他一年來講可以帶一百五十萬人次 進到熱氣球場地 可是苗栗來講 像我們最旺盛的紅棗季七八月 能進來的苗栗縣的人口也大概才六萬多人 所以是比較不成比例 我覺得不知道有什麼方式說 可以更讓人遊客可以進來苗栗這一部分 來推廣我們產品 尤其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苗栗的生態系統真的是非常好 像我們常常是共生 像我 以我來講 我養蜂 我在苗栗其實不太會移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垂直的 蜜圓植物是垂直系的 比較不像說南部的它是單一物種 這個花期結束了 它就得移到另一個地方 所以相較來講 我自己就很感覺到是苗栗的農產品相對的好 但是怎麼樣推出去 好 感謝您請坐 好 現在大家就走青 青農都已經在走精緻化了 對 可是在精緻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發現我們在整合這些的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例如在八大營養藥宿的時候 這些的經費我們都覺得它非常的高 再來無毒的檢驗 再來無毒的檢驗 這些經費都非常的高 大家一定要驗證 大家一定要做一些相關的部分 可是價格都非常的高 包括我們要發展各項的加工品 可是加工品一旦要去開始驗證 或者是加工品一旦要去符合它安全標示 哇 這些都是很大的費用 所以這個部分能不能請相關單位 能夠協助我們這些青農的 謝謝 好 感謝 還有農友要提供意見的嗎 這邊是不是還有 好 這位先生 我其實我覺得在缺工這部分 我現在有滿大的困擾 因為我才剛起步 規模不算大 但是就上不上下不下 那雖然說現在有看到一些新聞說 可能未來會開放外籍的朋友的一個來幫忙 它又有一些限制 可能要成立什麼農場啊什麼什麼 可是對我來說我才剛起步 我現在就是缺工的部分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這是我現在目前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謝謝 好 感謝你請坐 後面是不是還有農友 然後我的話比較經營的話有點就是變六級化產業 變成我轉行為變成帶活動 流程 對 屬於那種體驗經濟的部分 可是碰到體驗經濟的部分的話 可能回歸到後面被檢視的話 你會不會代表不夠農 對 碰到各部門的話 一些補助啊或者什麼一些的申請的案件 變成說就會要求說 你農的一定要多少多少 所以我們在不管是農化休閒化 這個體驗經濟這一方面 假設我們公布可以做一個整合 對 不然的話我們這種已經升級了六級產業 體驗經濟的話 不知道是有點像歸誰的 好 謝謝 您請坐 那些朋友提出說 嚇到全都加鄉了 欸 跟那個有統統的問題 也還連農業省光 嚇到跟那個要面對我們的問題 甚至說 我想要跟比較好的產品 退休出去 賣出去 不過還會面對說 我們要有營養標示 要有一個產地的一個安心認證 我想請問一下處長 台下獨多的問題沒空用 是否會有農民的部分 英國的東西比較接觸出 不過應該就是 全民的福祉會有生意 全都提到說的 因為農業沒問題 創業沒問題 我們自己現在縣政府裡面 還是跨局處我們來協助他們嗎 我們縣府其實有成立一個 青年事務委員會 那就是說 透過這一個平台 能夠讓青年朋友們 表達意見 能夠讓年輕人跟縣府之間 能夠去做一個溝通的一個平台 那當然 透過這平台 當然 這個問題 很有可能會涉及到 各個層面的問題 有可能包含的觀光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農業的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是青年創業的問題 等等的相關問題 所以我目前 我們青年事務委員會的運作方式 我們也分成三個組 包含了像憲政發展 然後這個產業創新 以及社福環位 那基本上已經可以說 包含了各個面向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透過這個平台 然後我們能夠整合相關的 資源 那能夠來這些 透過這樣的相關的資源 整合也能夠來協助 我們的這些年輕人 能夠解決他們的相關問題 那研發長 我們在育城中心這邊 像農民青年要創業 正式面對種種的問題 他們剛剛提出那些問題 除了我們縣府這邊之外 他們直接對你們那個單位 也可以嗎 我們中小企業處的長官有提到的 SBIR的部分 我們也有在協助他們去做撰寫跟申請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在學校單位可以提供比較多的資源 給這些青創朋友跟青農朋友的部分 那你知道就是學校老師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協助大家寫計畫 爭取錢這個部分 還有輔導大家去做一些這樣的一個技術上 還有一些大家在就業上的那個創業上的一個層面上的一個 不足的部分可以互相補充的部分 育城中心的部分就是幫助各位 幫助這些廠商們提供他們的所需 然後給他們給予相對的一個協助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成立育城中心最大的宗旨跟目的 是 謝謝研發長 那胡教授 我們這邊其實也是苗栗另外一間學校 不過過去你也有提到在加工這部分 是不是在我們中央或是在苗栗也好 還是缺乏一個可以整合 因為農友剛剛有提到 我不僅想要種 我也想要加工 甚至我想要推六級 這是不是在加工這部分 也會是學校之後要著重的呢 那苗栗因為有很多多樣性的這樣的一些農產品 其實我們需要有更好的一些 這個食品的加工的一些這個創意的新的產品 讓我們只要來到苗栗的這些這個朋友 他看到我們的這些這個生產的農產加工品 愛不釋手並且願意花多一點的錢 對 然後來買 對 然後甚至未來我們可以競爭做外銷 是 我想這個或許是可以提供大家一個思考 但是怎麼樣子因為是牽涉到很多不同的部門 對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青創中心這邊呢 可以有相關的建立一些機制 同時也可以有一些這個設計的這些專家幫他們 和食品加工的專家幫他們促成他們的這些這個開發新的這個產品 讓我們這個未來的這個食品加工產品能夠更有競爭力 分署長該面對的問題還是得解決啦 缺工還有剛剛提到的我們的產品檢驗 這些可能接下來都會是有沒有辦法讓人留在這邊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這邊接下來會有一些逐步的協助嗎 還是說現在能有提供什麼樣子的幫助呢 是 我想剛剛提到的都是很食物面的問題啦 有夢最美 但是下一句更重要 逐夢要踏實啦 你沒有踏實其實夢也是空的啦 那我想這個製作單位這邊非常用心把青農 從農之路 在我們的螢幕上也秀得非常清楚 在農業上來講從人 土地 包括資源的整合 包括產業鏈的一個鏈結 我想在這一個部分農委會都有各個相關的一些做法 那比較細項的部分我們可以再來跟這個縣府 還有我們的這個情創中心這邊來做一個連結 驗證的部分我們補助了這個三分之二 所以我想在驗證費的部分幫忙降低很多 檢驗費用也是一筆費用 那除了剛剛學校的這邊會來予以協助之外 檢驗費用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有機或者是友善的相關推廣計畫裡面 我們來予以協助 那相關的農機具設施設備補助的部分 我想這個我們都有整套的一個措施 包括個別農民我們補助都可以到 這個三百萬清農都可以到五百萬的部分 那我想這部分都可以來申請 那提到最大家比較敏感的這個議題 就是缺工 那缺工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農委會是兩個思考模式 缺工是不是一定要人來做 包括我們能不能把這個農業的一個生產的環境 經營的模式把它變成是一個我們所謂的自動化 那這個字不是auto的那個自己的字 那個字是smart的那個智慧的字 有沒有辦法讓它自動化 我想這部分有很多的這一些農機具都可以運用 其實包括果樹類也有很多的這些農機具 會受粉 那怎麼辦我需要專業人工 那這部分必須要有一些技術團體 或者是我們可能要培訓的一些更新團 一般的這些人民團體 我想在這個更新團跟技術團的部分 農委會都有在相關的透過人力辦 在各農會都有辦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譬如說在包括銅鑼或者是山灣這邊 因為是高階梨 它需要接這些梨必須要有技術 嫁接的這些技術 不是一般的農民可以用 但是這個部分它就會成立一個 譬如說技術團 它有大概二十幾個 那它就可以不是只有它自己本身的鄉鎮使用 它可以大家如果缺工的時候 可以一起來申請 謝謝 謝謝分組長 希望今天可以按照的農民朋友和相關 但未來好處好驚訝的提供建議 但他們突然轉到家鄉鎮 救命施壓 不過用的成功就相信 經過今天的討論 台下要在一三年 聽說並不一樣 十三年 台下室合去用 製造合理的方式 來創造七家家 三平的家車 和沈村人家一條創業的路 我相信英國沒有有進入 進度的原因 想要轉到家鄉鎮 不過最後一次 對今天今天討論 來看要簽到真正的執念 要簽到超級人來同天室 而相信 聽說那些人正到家鄉鎮 而做的提前事情 這個問題 做得像政府部門 也要講 有緊張的 學生人來提供 一條天室 沒有聽說 對人們正到家鄉鎮 而創造七家的生意 會有限制到的天室 以上就是今天的出面台語 感謝大家收看 很久不見 歡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